天啊,我身子加薪了,一起下馆子去庆祝一下吧 失恋了,好想吃甜品来疗愈一下 太阳好大哦,好适合去野餐 没什么借口,就是好无聊,想吃东西 什么时候开始你解压的途径就只有通过吃东西这一种方法了呢 今天呢,就来教你三招来解决这种情绪性的暴饮暴食哦 哈喽大家好,我是Sylvia,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 照我看来呢,在食物面前有两种人 一种人呢,是为了自己的健康在吃东西 就是你可以有意识有意念的控制你的饮食 你是为了自己身体可以获得足够的养分而去吃东西 第二种人呢,那就是为了娱乐性的满足而去吃东西 那这类人呢,很大程度上有可能就是患有一些情绪性障碍性的进食哦 那这类人其实呢,就是被食物在控制你的人生 你明明今天吃饱了,你却还要再吃两口零食来缓解一下嘴餐 今天你觉得现在好像很无聊,没有事情做了 你就想要靠吃点小零食来打发一下时间 你情绪一不好,你就想要靠吃东西来缓解一下压力 那这时候呢,你就往往会越吃越多 并且想要吃一些高油脂不健康的垃圾食物 然后等到你吃了很多吃到快想吐的时候呢 你就情绪更加的不好 这样子呢,就进入了一个死循环 并且这样子负面情绪很严重的话呢 还会催生一些像催吐等等的非常不健康的行为 如果你有以上情况发生的话 千万不要责怪自己,不要厌恶自己 那我们仍有食欲,想要吃东西都是很正常的行为 从我们还是小婴药时候开始呢 我们就通过塞东西到我们身体里面来获得足够的安全感 想要吃东西只是你在应对一些压力时候会产生很正常的反应机制 当我们面对情绪,面对压力的时候 压力后我们皮质唇会上升 这样会促使我们想要吃一些高热量高碳水的食物 并且在你血糖较低的时候 你的大脑也会告诉你要吃东西了 从而干扰你理性判断的能力 而且现在我们触手可得的欲望那么多 你会迷茫,你会在食物的海洋中迷失是很正常的 千万不要责怪自己哦 那今天呢,我就来分享三招 教我们如何主动读过大脑的思考权 让我们在想要暴饮暴食的时候呢 得到一些有效的意志 第一点,找到其他你感兴趣的事情 来分散你的注意力 我们吃那些不健康的零食啊 和高热量的时候 我们的大脑会非常短暂的分泌快乐的多巴胺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不开心 一有压力 就想要通过吃东西来缓解这样子的情绪 但是我们有非常多的除了吃东西以外的方式 来充足我们自己的日常生活 就像你可以追剧 你可以画画 你可以看我的视频 你就可以找到一些方法来打发你的时间 像我呢,我喜欢干嘛 我喜欢剪视频 我花那么长时间剪视频 你应该会给我一键三连的吧 当然除了剪视频以外呢 我也是找到了一些其他的方式来转移我的注意力 那比如说像是看书 还有冥想 最重要的呢,你就是要找到自己产生压力的原因 你要面对这个压力 因为吃东西呢,其实我们只是占据了你的时间 并不会缓解你的压力 也不能根本有效的解决问题 吃美食当然是很好的一个奖励自己的方式 但是你如果不健康的吃东西 你如果暴饮暴食 你真的享受到食物本身的味道了吗 通常在暴饮暴食之后呢 你得到的更多的情绪就是后悔和自责 所以呢,一定要证实自己的压力 然后找到可以缓解压力的方法 等你有意识的知道 你吃东西并不是因为你饿了 而是想要安抚自己的 焦慮不安的情绪的时候 我相信可以缓解你暴饮暴食这个问题了 第二点 将你想要摄入的热量换算成运动量 因为有时候一些小甜品小零食 它们的包装非常新美 往往就各种诱惑你想要让你把它们给吃下去 但是你如果换一个小度呢 这包薯片的热量需要我多少时间的运动才能消耗 这时候你还会不会去吃它呢 那首先呢,先找到自己最讨厌的一项运动 个人就非常非常痛恨波比跳这个东西 因为实在是太累了 那有时候我们的运动量呢 其实没有消耗到你那么多的卡路里数 跑步机上跑了20分钟 我今天就可以大吃特吃一顿啦 其实并没有 你跑步机上跑个20分钟 也最多只能帮你消耗200到300大卡 30分钟的波比跳 其实只帮我消耗了298大卡 换算下来呢 一分钟我也就只多了10卡路里而已 才10卡路里啊 我的朋友啊 你这波比跳要跳一分钟啊 那一包薯片呢 那最起码也有四五百大卡的热量 这是什么概念呢 你波比跳快跳一个小时 你才能去吃一包薯片 让你上期不接下期的跳绳 30分钟呢 也只能消耗372大卡 换算下来呢 一分钟就只有12大卡 12大卡 我这吃两三颗坚果就没啦 有没有感觉到非常的痛苦 我就问问 你还吃吗你 第三点也是绝了 就是 不要去买不健康的零食在家里 这点我觉得不用多说了吧 但我觉得也是非常有用的一点 就是你如果知道你自己克制不住自己呢 你就不要去买了嘛 对不对 我们从源头上杜绝 那随便 如果我点外卖怎么办呢 卸载外卖APP 总之呢 尽一切可能 让那些不健康的东西 不要那么措手可及 那最后呢 希望大家都可以爱自己 然后找到正确的与食物相处的方式 如果你今天暴饮暴食了一餐 也千万不要责怪自己 身体也不可能完全立马吸收 全部囤积成脂肪 只要从第二天开始合理的饮食清断食以下 一切都还是会恢复正常的 好啦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不知道这三个小方法有没有帮助到你呢 我是Sylvia 那我们下次再见